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就是JECO设计之美 谈的就是我们架构师最重要的就是做JECO的设计 JECO的设计的目的就是要把一群不会飞的零组件把它组合起来 既然像飞机一样的能够飞得起来 OK,我们要创造这种整体的神奇效果 这就是架构师最重要的任务 那为了凸显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用了七个范例 来让你先了解这种情境之后 再来思考这个幕后的思想技术以及方法 那么在之前我们介绍过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呢,偏向于软件 那我们在这个例子呢,要进一步的 把这个硬件给考虑进来 就是我们要谈的是软硬件整合的一种思考 也就是透过interface 透过JECO,透过EIT的造型 那么来思考软硬件的一种组合 因为硬件也有JECO,软件也有JECO 那么基于这个JECO的表示 以及JECO的一字化的一个思考 跟表达跟表述 所以呢,两边不论软件、硬件 都可以用EIT的思维来表示他的JECO 然后呢,让他JECO能够互相对应 就促成了建立的这个软硬整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 让两边可以有一致的思考 一致的感觉 共同的心灵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前面的例子当中 我们强调的是架构师 那么跟开发者之间 透过EIT这种造型来做表述 可以促成这一个架构师 还有开发者之间的这一个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那我们还特别在提到Use Case分析 让用户的需求 用用户的愿望 可以用Use Case来做表述 因此让我们又进一步的 把架构师、开发者跟User跟用户 把它串起来 让他们有一致的心灵共同的感觉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 把硬件不只是刚刚手谈的软件 还把硬件考虑进来 让我们硬件的架构师 硬件的工程师 可以跟我们软件的这一个架构师 开发者能够达成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OK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 我们的范例五咯 OK 那这个部分是等一下下一个小回合 才来谈 我们现在把重心先放在这个位置 好 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 我也先来帮你 把之前的四个例子的範围 以及它的基础 做一个简单的铺带 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所以上面的例子都是纯软件的思维 就是考虑到软件的架构师 以及这个开发者 其实呢 在硬件工程师的心中 或者是硬件的世界里头 也到处是这口 到处是这口 因此呢 我们都可以用EIT这个造型 来思考 来表达它 来凸显它 然后软硬件都是用EIT的造型 来思考它 表输它 我们就很容易实现 软硬整合开发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因此呢 我们创造的软件的EIT造型 然后加上的硬件世界的EIT造型 让它互相的回应 就可以带来的神奇的软件 硬件 结合的一个开发效果 那么这个在Android的平台 软硬整合架构师 是最常用的 也是最常见的思考 只是我们这里特别在强调 用EIT来描述这个软件 硬件的这口 然后让两边能够一致的对应 让两边可以有共同的一个思维 一个感觉 那至于这个网络的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下一个小回合 会来谈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小回合 待会又把它扣大了 这边为什么放在一起呢 就是在扣大你的视野 从纯软件 前四个例子 从纯软件的思考 然后架构师 跟开发者优先 有一致的感觉 共同的心灵 再扣大到用户 用户就是Use Case 现在呢 把它扣大到 硬件工程师 那接下去呢 这就是下一节回合咯 接下去 我们要把它扣大到 整个移动互联网 就是扣大到 像微信 这种移动互联网 让你逐渐的 从软件到硬件 然后再到整个移动互联网 这样还不够 然后到家庭的 这一个 以电视机为主的 这种家庭的互联网 就是家庭互联网 就是扣大 把它扣大到 网络的世界 扣大到微信的 移动互联网 扣大到家庭 互联网的这种整合 这样子你就会 逐渐的从EIT的造型 去看到 这一个美丽的世界 从软件到硬件 到网络 到移动互联网 到家庭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到家庭互联网 这样子 以系列的 扣大你的视野 给你更大的 这一个愿景 那你也可以更了解 整个世界 如何从EIT 来看它 就好像 你跟欧基米德 学会的 统元 结果你去看太阳系 发现 它只不过是 九个统元 或者是十二个统元 的构成的一个 几何图形 因此呢 一个复杂的世界 因为你跟欧基米德 学习的几何学 所以这个世界 在你心中 就变简单了 同样的 高老师今天的 EIT造型 就是 相当于 欧基米德的 几何学里头的 统元 当你学会的 EIT造型 可以去看 整个 这个 软件的世界 这个看太阳系 你可以看 软硬整合的世界 看银河系 你可以看 整个网络的世界 看到整个 宇宙 OK 我的用意 只是这样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 软硬结合的 一种思考 所以 EIT造型 是软硬件设计 共享的一种造型 也就是 大家都会去这样想 OK 这就是 从以前的建房子 就有卡榫的概念 卡榫 就是这口 卡榫 就是这口 OK 那我们会说 桌子 桌面 跟桌角的卡榫 这叫做 E跟T 就是 我们要强调某个卡榫 一定要强调一个配角 E 另外一个配角叫做T OK 所以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用iPhone的手机 来控制一只甲虫 就是 这是iPhone的手机 手来按住 iPhone 来控制甲虫 好啦 那在这个图当中 那你怎么看它呢 非常的简单 这里隐藏的一个借口 就是那个借耳机的一个借口 这里隐藏的一个借口 从这个借口呢 再来想办法把它连出来 来连到这个甲虫 OK 就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EIT 引导我们 去寻找到这个借口 隐藏在这里的借口 OK 所以 再来这个 既然这是借口啦 这是i咯 那么我们就会寻找到T1咯 原来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配角 叫做1 那么接下来就要找T咯 OK 一样的 就是先看到那个隐藏的借口 无论是软件硬件 或者通信 都是有借口 找到隐藏的借口 再找到1 再找到T等等的 就可以完成了 那这个手机就扮演1的角色 扮演1的角色 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耳机的借口 就是扮演i的角色咯 在这里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个i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OK 那这个就是1的位置咯 OK 那就是一步一步来 i就先让我们依照EIT 引导我们去注意到i 再来找到我们的1 所以 那这个时候 iPhone的手机提供了耳机的借口 就是i 再把它插上这个Dongo 发射Gigbee的信号 就可以控制甲虫 控制甲虫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配件 还有插件的概念咯 我们就强调T 就是插件 那配件呢 我们叫Accessory 就是A 配件是A 因此呢 就得出这样的 这是E咯 然后这是接口在这里 接口在这里 这个叫Dongo 叫T 叫插件 这个叫做配件 配件 所以在硬件上面 有这个EIT跟这个A OK 所以呢 我们有一般的商业数语 这个手机是主件 E是主件 对不对 然后耳机是接口 那Dongo是插件 这个是插件 然后甲虫是配件 甲虫是配件 OK 那这是从硬 用EIT的角 角度 EIT的思考 来看硬件的世界 看硬件的世界 好了 我们就把它 用商业的数语 来做个手柄 这叫做主件 这叫做接口 这叫做插件 这叫做配件 这叫做配件 OK 好 那我们了解了硬件之后 那么就把它对到软件咯 硬件的EIT造型 可以对应到手机里头 软件的EIT造型 就是应用软硬件都有接口 那么这两个接口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 因此呢 我们有软件的硬件的EIT 它是有非常严密的关系的 应用的这种EIT两个造型之间的关系 来做我们软硬整合开发的一种基础 作为硬件工程师跟软件架构构图 工程师跟软件构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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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入一种成维尘 perceive mujer 有一个创造了共同的基础 因为用了同样的EIT造型 同样的思考 然后两个不同的世界 1个是思考硬件 1个是改采研软件 但是中间的形式一样的 因此呢 创造的非常好的 这个沟通 非常好的沟通 OK 所以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对应咯 这是硬件部分 这是软件的部分 那么这里有一个i 还是把焦点放在i上边 因此有个eit 有个eit 刚刚看过了 在这里 软件的部分 也要有一个i 也要一个i OK 有一个i 那这个i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OK 所以这个i是在 这一个 Dungle跟软件之间 所以这个i 也是在这个之间 也就是说 我们这里看到一个i 就会来找到一个e 也会来找到一个t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i 我们也要有一个e 也要有一个t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 建立一个这个框架 小小的框架 来提供这个借口 也就是建立一个e 也就是建立一个e 跟这个i 那至于t呢 在这个时候 比较特别 因为甲虫是e之的 当我的驱动也是e 已经有了 为什么 因为 所以开发甲虫的公司 已经是 并不是我们的公司 开发甲虫的公司 早已经写好了 这个 它里头的软件 硬件 然后再来 这个设计 当我的公司 也不是苹果的公司 所以设计这个当我的人 早已经把这个当我的驱动 写好了 就是说 这个做甲虫的公司 跟做当我的公司 都不是苹果公司 也不是我们 现在要做组合的公司 这个零件 都是 已经现有的 那我们的任务 就是 把这种 单独的零件 都不会飞的零件 把它 组合起来 透过i 来把它组合起来 让它会飞 让它整个可以运作起来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 当我的驱动 事实上 人家已经都写好了 所以我们 要建立的就是这个i 反而是建立的这个1 跟我们在上一个例子 做ijt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在ijt的例子当中 这个1跟i是 现成的 至于这个t 才是我们所写的 才所写的 在这里刚好倒过来 这个t是现成的 1跟i 是我们要去做的 那么如果这边 是iOS的话 那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iOS的框架 是iOS的框架 如果这个手机是Android 那么上面就有 是的是Android框架 这个框架呢 这个框架呢 会来扣它 就是当你在手在按这个手机的时候 那这个事件会传给这个iOS的操作系统 iOS会来扣我们的手机 我们自己写的1跟i 那这个1其实 就你可以了解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基列 这个只是一个抽象函数 可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而已 所以它来调用1 1再透过i来调用这个Dungle 这个Dungle呢 就发出信号 给这个甲虫 那么甲虫呢 会有它的 因为你给它的状态 那么它会给它的信号 它会改变了甲虫的状态 比如说目前甲虫是在移动中 或者目前甲虫是在后退中 那这些甲虫的状态会记录在这个甲虫的软件模块里头 那因为这个甲虫呢 它这个在这边会记录它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有必要的时候还会倒过来 把它显示在这个画面上 也不一定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在按这个手机的时候 然后上面就会一直告诉你 现在这个甲虫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甲虫的状态 甲虫的等等的 所以我们在软件里头 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跟它对应 我再说明一遍 因为这边有一个接口 所以这边有一个接口 这边同这个接口找到E跟T 从这个接口找到E 这一个跟T 然后发现这个T是现成的 所以我们只要写E跟I就可以了 OK 那之后呢 还要再写一个甲虫的模块 这个模块呢 是用来记录这个甲虫的状态 这个状态呢 有必要的时候 还要再送到这个UI上面 也就是说 当我们人在按这个画面的时候 因为你碰到的是硬件 的触摸屏 所以它会把这个你按键的 这个信号 信息 传到这个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会 会来调用E E来盗用I I来调用Dungle 因此就可以发出信号 给这一只甲虫 发出信号给甲虫之后 甲虫的状态会改变 所以这边的状态会改变 改变了之后 再透过UI 再把它呈现在这个手机画面上 因此你就可以看到 在手机上 可以看到目前甲虫的状态 是一直在改变的 OK 那么这里只是 配上一只甲虫 同样的一个Dungle 其实你可以配合 很多种配备的 很多种配备的 但是每个配备呢 它都会有它自己的 一个记录的模块 所以同时间 你一只手呢 可以控制 两只甲虫 三只甲虫 可以控制 这个甲虫的打仗 等等的都有可能 OK 所以 硬件的EIT 跟转件的EIT 是可以配对的 因此呢 就能够支援更多更多 硬件配备的一个成长 所以呢 在同样一个Dungle 因为它的 从手机 可以发信号 从这个血压剂可以发信号给它 或者是从这个Dungle 发信号给 这个血压剂健康移 所以呢 我们的软件的设计也是一样 这里有一个接口 所以就找到E 就找到T 同样的 我们这边有一个接口 从接口呢 我们就会找到现成的Dungle 叫T 然后我们自己开发一个E 对不对 然后跟上面的 这个Android或者是IOS 来做一个对接 做一个对接 然后 这边就有两个模块 来记录 这个两个不同配件 的一个状态 让它随时在这里 可以知道 这两边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两只甲虫 在这里还可以 控制它们之间的一种互动 以及它的游戏 以及它互相追踪 都有可能 所以那 这就非常好玩的 所以在这里 只是让你凸显 说这个整个硬件的一个控制 跟软件的运作 你看 当你按下的硬件 其实是它 发的信号给软件 所以软硬件 它其实是一体的 软硬件是一体的两面 它是在合作来互相 这个资源 所以呢 EIT的造型 是建立出我们软硬件的一种 共识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两边一对照之后 你就可以很清晰的 知道 手按下的触摸屏 那么 它会把这一个事件 送到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扣我们的E E再透过这个I 然后调用到这一个 Dungle的驱动 Dungle的驱动 来指挥 这个真正的Dungle的硬件 Dungle硬件 就发送信号 给这一个血压仪 那血压仪呢 会回传这个书记 给这个Dungle Dungle就会来更新 来update 这个里头的状态 update里头的状态 这里头的状态呢 就可以再透过 这个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也透过IOS 把它呈现在画面上 所以这样子你就很清晰的了解 软硬件 要一起的设计 软硬件 它本来就是互动的 OK 那而且我们把这个操作系统 我们的框架 还有驱动 还有我们的这个application 应用部分 都一起考虑进来 表面上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因为你的心中 有EIT的造型 所以你会觉得 它就跟太阳系一样 原来只不过是 两个EIT的互相对应而已 只是如此的简单 所以EIT造型 并不是在改变 硬件世界的复杂性 也不是在改变 软件世界的复杂性 而是来让你的心中 对不对 不会觉得 这一种硬件 软件的世界是复杂的 就像欧金米德的几何学 教你统元 你并没有改变了 太阳系的复杂度 但是它降低了 你心中 对于这个太阳系的认知 所以你的认知 变成简单的 所以你就不会害怕 你就可以更多的 掌控的能力 OK 好 那我们就 在这个单元 就介绍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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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